其實現在選舉最後階段 應該就是缺什麼趕快補什麼 分段的部分包括了地區型的 包括年齡層的這些 裡面都是細節 而現在年輕人每次大家都講說 是很重要的一群人 所以從昨天開始 是蕭美琴進到了政大這邊 來跟年輕朋友對談 今天晚上則會由趙紹康 前進政大與青年對談 同時後天就會變成吳欣營了 三位副總統候選人通通走進校園 大家也要開始看一看 你的政見是什麼 你的書法是什麼 蕭美琴的部分大家就問她 你為什麼要我們再投民進黨 說來聽聽看 蕭美琴怎麼講的 蕭美琴說 確實我們過去這幾年來 還有很多問題仍待解決 尚未得到改善 但是我們執政八年 今年累月之後看得出來 比過去八年更為亮眼 所以到底好在哪裡 您聽出來了嗎 同時她也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為什麼蕭美琴這次會出來 原因是因為 我從小就是扮演台美橋樑 她說大家知道 她爸爸是台灣人 媽媽是美國人 所以台灣阿嬤聽不懂英文 美國外婆聽不懂台語 她就變成了台美之間溝通的橋樑 她出事就是要來做 台美之間溝通的橋樑 大家開始看到的是 她好像也要強化一些些 自己的個人特色 只是說年輕人很多人都覺得說 民進黨比較常給予機會 但真的是這樣嗎 講到最近民進黨的年輕人 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誰 講到的是林非凡 現在網絡上有人稱她09萬 想到的是賴品瑜 網絡上有人稱她 雲爆小公主 講到的是黃潔 陳其邁推薦 現在已經在選民進黨立委 是不是真的 只要是顏色對了 都是自己人呢 其實在這一次的學生當中 也有問到目前網絡上面 討論度最高的課綱問題 蕭美琪的講法是 去中國話最強勢的是對岸 是中共 台灣社會根本就沒有 這麼一件事情 大家就開始在問 這個講法真的邏輯通嗎 所以民進黨是在學共產黨嗎 那你到底又看不看得懂古文呢 畢竟你好像在台灣也是沒有讀很久 到底瞎吵這個課綱去中國話 現在應該要怎麼樣來看待 這一位蘇紫雲 我們的軍事專家告訴我們 他認為裡面滿滿的中國操作痕跡 說有意要藉此議題 造成我們內部的對立 還有裂解 真的是這樣嗎 好 選前又開始聽到了 對岸重金 利誘我們的飛官叛逃 可是現在三人駕駛才有辦法 讓那一架所謂大型的直升運輸機 真的決定他的方向 真的是有可能發生嗎 他就講說發生機率 官員 也就是這個飛航的官員 直接講說真的機率不是太高 那不經想到四年前 王立強共諜案遺語 那個時候還要拍很多這種 這是寫真照的照片有沒有 大家就在講說 其實是不是那個時候有吹牛的成分比較高 因為就連當年的澳洲情報單位都在講 他們不認為他是真正高階的中國間諜 應該只是低階的小角色而已 講得太過了 到現在像這樣的一個案件又再次出現 大家想問的是 到底每次一到選舉 就會有類似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看待 因為黑熊學院告訴我們 說現在這件事情真有其事已經在辦 為什麼對岸會要求我們把這個 CH-47開到山東艦上 因為他們意圖想要刪載 我們的直升運輸機 說現在中國還沒有這種類型的運輸機 但是問題是 其實70年代中國就有獲贈 獲贈一架CH-47 到底為什麼現在還沒有仿製 大家想問的是 會不會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們自己也已經有更好的運輸機了 直升運輸機了 不需要有像過去 像這樣子的一個型號的運輸機呢 又或者真的需要的話 伊朗也有 伊朗跟他們關係很好 是不是借一下就可以了 一定要這樣子花4.8億元 來利用我們的飛行員嗎 這裡面的邏輯 大家想要知道 到底誰在認知作戰 好 最近也看到這些新聞了 F-35說他們擊落了巡弋飛彈 美國智庫說這個叫做給中國的教訓 好 但是問題是 真的是這樣嗎 同時解放軍的殲-20 產量了下超過美軍的F-22 那到底威脅在哪裡 要怎麼樣來看待 現在兩方中美之間 軍力上面的實力 要怎麼樣來看待 他們在國際上面 真正有實力到底要怎麼分析 請教亮哥 因為現在回過頭來 在選舉的這一塊 實力是什麼 實力是票多 票多現在可能差在哪裡 可能差在年輕人 蘇紫雲是懂軍事 你又不懂課綱 你不要亂說話 108課綱是2019年通過沒有錯 可是國語課本的翻新 把文言文減少 從65%降低到45% 就是最近的事 所以你不要亂講話 你就講你的軍事就好了 108課綱實施了三年 各報也有檢討 是有各種問題 我們這次不是在討論108課綱 是在討論國語課本怎麼編 所以你不要搞錯了 那這個黑熊學院 不懂軍事就不要亂講 這個CH4機 懸役機 伊朗就買了45架 所以大陸如果真的很想要有這個飛機 那跟伊朗界不就好了 它跟伊朗那麼好 而且這個飛機多舊你知道嗎 是1962年做的 中國會缺這種飛機 黑熊學院我看 你自己在搞假訊息的認知作戰吧 真是丟臉 情報也蒐集好一點 就不懂軍事就不要亂講 舒子昀不懂教育就不要亂講 事實上這一次 小美琴也搞錯了 中華大陸沒有做過去有文革 打倒孔家電 傷害中華文化非常嚴重 可是人家也知道出了問題了 發現1960年代70年代成長的小朋友 他的語文能力 文學見賞能力真的比較差 這是事實 所以人家2018也開始做改革 2018他的教育部的新的課綱 古文 文言文就有72篇 要選用 選讀 他選的比你還多了 我們台灣只有幾篇 15 還有你可以看到 中華大陸很多國營電視台 人家都有什麼中國詩詞比賽 各種東西的比賽 所以小美琴 如果你對中華大陸的認知 還是在文革階段 那你當副總統還真可怕 你知道嗎 我覺得民進黨的問題就在這裡 賴清德對中國 到底是理解在哪一個階段 你還去過上海 你應該看得到上海那個 繁榮的樣子 上海是國際城市 你認為台北市是國際城市嗎 如果你認為台北市跟上海是 同樣級別的城市 那你這樣的人當總統 還真可怕 全世界的人都會認為 上海 東京 這是國際級的都會 誰會認為台北是國際級的都會 你來京城會這樣類比嗎 那你如果對上海的定位 有更深的了解 你才會知道什麼叫做全球化 亞洲的領導程式是哪些 所以我覺得 綠營真正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你 你讀書都讀一半 或者了解得不夠清楚 然後就隨口亂講 結果認知作戰做最多了 就是民進黨政府自己 還有民進黨的中央黨部自己 這才是台灣最大的悲哀 是 那也要請教兵哥 原因是因為現在 政大學生其實他們 也有直接的質問小美琴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投給你 可是他講完這一段話 我個人是可能文學造詣 或者是語文能力比較不好 因為我看不太出來 他講的重點是什麼 他說他八年執政的成績 比馬英九八年耀眼 是耀眼在什麼地方 真的 是搞不太懂 是邦交國丟了八個非常厲害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還是一個FTA都沒千層比較強 是怎樣 我不知道在外交上 內政上看起來乏善可成 然後我們被迫開放了萊豬 被迫去開放了核石 斷交九哥 對啊 然後我們亂七八糟的事情 做了一大堆 然後我們海峽中線都沒了 請問一下到底耀眼在哪裡 他們大概唯一拿來的鎖嘴 就是股市超過一萬七 接近 逼近一萬八 可是股市是每一個人 都能夠享受得到的 而且股市跟你的經濟好 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台灣的股市 其實呈現一個不太正常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蕭美琴根本 其實他的回答跟賴清德 之前在學生座談會的時候 一樣空洞 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 直接回答人家的問題 好 你要說蔡英文執政要員 你要告訴我到底要員在什麼地方 到底哪些是值得台灣人驕傲 目前看不太出來 反而是民怨士氣一大堆 如果不是民怨士氣的話 現在賴清德會只有 三十幾四十的制度嗎 他應該早就過半 就應該穩穩躺在那邊選 所以我覺得 不要在那邊自欺欺人 然後這一些太陽花世代 或是現在叫什麼這個世代 這些人其實就是收割者而已 收割這些學生運動的國師 可是大部分人是因為學生運動而受害 那我覺得蘇子昀老師 去講這個108課綱這個東西 請問一下你現在是在指控 那個歐老師是中共派來的 你說這是中共在操作這個東西 歐老師講這個東西 跟中共到底有什麼關係 而且這個話題是能夠熱 是因為大家覺得 歐老師講的有道理 才這麼多人去點閱 請問一下這也是中共在操作嗎 你自己的缺失 不要把它轉移到中共頭上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次 每四年就有一個重大匪諜事件出現 好像只要台灣要大選了 匪諜就來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四年前有個莫名其妙的王立強 今年又來一個 加CF47投奔 要去降落山東建 這個聽起來就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而且剛剛亮哥已經講過了 CF47如果老公弄早就弄到 實際上他也有 就越南給他的 更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老公現在手上最大的重型 執政機多大嗎 那是世界最大的米26 他是全重 升空的重量是56噸 這個契儒個才20噸級 他一半都不到 你覺得中國大陸真的很想要 這個1960年代的設計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不懂就不要亂扯 這個東西你認為 老公願意花1500萬美金 去叫這個人投奔 把自己的情報全部斷掉 去買一個50年前的 560年前的老舊飛機 我真的覺得老公不會 像你們想的這麼傻 是 但我們也想要請教賴老師 原因是因為現在 譬如說我們也看到這樣子的新聞 給中國三個教訓 因為F35極弱的巡翼飛彈 當然這裡面提到的其實是胡賽這邊 但是他就說代表 美軍跟盟友的F35 能夠探測並打擊來襲的低空飛彈 全部都是要戒指中國 但是大家也在問 那輕20加產量已經超過F22 甚至還說F16D雖然不能隱形 但它的電戰能力 其實會是猛禽最大的威脅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來看 美中之間戰力 首先胡賽組織所用的武器 並不是最精銳的武器 因為它大部分的武器 都是從伊朗得到的 所以他們這樣的一個分析 沒有意義 因為中國大陸的 本身的巡翼導彈 或者是空對空的導彈 是超高音速的導彈 而且它是射具外的導彈 例如說可以打到 400公里左右的這些導彈 就台灣頭到台灣尾 這樣的一種攻擊性的導彈 所以我覺得 他們這樣的一個分析 站不住腳 因為他並不是分析 中國的這種超高音速的導彈中 被美國的戰績所擊毀 所以這樣的一個分析 我就覺得實在是很無厘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美國由於F22的 設計錯誤 所以美國才停產 停產了以後 就把本來F35就有點像 過去的F18跟F16的搭配 我們叫做高低搭配 或是輕重搭配 F18是重量級的 就相當於現在的F22 F16就相當於現在的F35 本來是高低搭 可是後來因為F22是設計錯誤 不在量產的時候 它的很多功能就轉移到F35 F35變得太重了 太重了以後 美國的很多飛行員 都認為說這款飛機是有問題的 它在飛行中 確實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你剛剛講到的 殲-16的電戰機的話 它確實是 掃除空中障礙的 一個有效的戰機 再加上殲-20的量產 以及殲-31 甚至艦載機液金都出來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在空戰這個部分裡面 美國的優勢地位 已經一直在喪失 最後您提到的 剛剛有提到的 有關於台灣的這個運輸機 運輸直升機 這個運輸直升機 其實大陸在很早年前就有了 當時越戰的時候一結束 美國來不及逃走 所以這種運輸機有留在越南 那很完整 當時越南也交了 幾部這個飛機給大陸 所以大陸早就摸透了這款飛機 但是因為這款飛機不好用 所以大陸自己就不發展這個了 因為它意義不大 大陸自己發展的是 殲-20通用型的飛機 這個跟我們的黑鷹比較接近 所以您會看到 台灣比較在乎的還是黑鷹 而不是這種 這款飛機 所以你說大陸要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錢去撤返這款飛機 我覺得這個又搞不好 然後又是另外一個 向心夫婦的烏龍案 小心一點 剪刀單位 不要隨便把一個軍人的 這些名譽就把它弄壞了